老胡一看完了 心里想我也郁闷 我明明是为博党洗白的 现在却因为死老鼠而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寒大 老胡心里一想 怎么办呢 改铁呢 怎么改呢 大家好我是大树 这一集我敢说 一定要比瓦格纳的那个小粉红母棉 要更加精彩 掌声鲜花咱们先收起来 我只拜托大家坚持看到最后 克服油管的各种广告烧咬 让算法知道 有我这个骗子的存在 就偶了 不过呢 我讲的东西啊 信息量很大 需要大家全程关注 一直到最后 都是各种反转狗血的剧情 绝对要比那个韩剧好看多了啊 相信我这一集我不负众望啊 结尾我还会突击检查 好 那话说这个红社会呢 直属为压的剧情呢 竟然又反转了 红社会呢 最终确定这是老鼠 其实呢 为了这只老鼠啊 咱们中国人民啊 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啊 又是出动了各种生物专家 动物专家啊 B站呢 还有人就直接把老鼠下锅做对比了 但其实啊 不用这么粗暴来证明 这四只老鼠 那看过我 这个视频的朋友 可能都有记得 我当时啊 对江局长说的话啊 留了一个悬念 我们分级现场是把呢 眼睛神感到现场反复地理 确定这个意乎就是压佛 没想着呢 让大家都来参与 进来留言啊 结果大家也都出戏了 其实呢 我当时说江局长的眼神出戏了啊 实际上呢 我是在说他读稿 那既然是读稿啊 电视台就得给他配读稿器 对吧 哪有电视台的人去现场还带读稿器的呢 那是不是他们得提前做好沟通呢 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在造假呢 那咱们说老鼠头他能是鸭子吗 嘿 你看大树一语刀破天机 所以啊 上面的人来了个反向操作啊 把辟谣的给辟谣了的这个时候呢 就把那些爱国大V啊 给狠狠的打脸了 像人民网江西微博啊 虽然删得一纲二净 但是无奈呢 却被其他地方媒体多次转载 成为造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官媒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小粉红的革命总部 第八野兽牵连 标题 动物专家称 争议鸭脖大概率为鼠头 然后他后面说到 感觉专家越说越像鼠头 实际上就是鸭脖 网友们被专家忽悠的事还少吗 就因为这句话 第八就被喷了 然后呢 第八就无辜的回复道 发条微博嘲讽下 没有过程的结果 只会让人疑惑 没想到还被网爆了 这时呢 一个网友一针见血的说道 希望你不要做宁臣 残臣 奸臣 做赵高还是做蒙田 心里该有数 这铁子还没来得及三呢 第八一看 官方竟然给老鼠平反了 怎么办呢 他马上画风一转 亲自带队出征 胡锡进说道 胡锡进希望鼠头鸭脖 为全社会敲响警钟 然后他说道 这是老胡自己给自己敲呢 不然胡锡进老提 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呢 老胡一看 完了 心里想 我也郁闷呢 我明明是为我党洗白的 现在呢 却因为死老鼠而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寒打 老胡心里一想 怎么办呢 改铁呢 怎么改呢 老胡不愧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狐狸 他知道 如果三铁呢 就做实了自己洗白红社会的罪名 于是呢 老胡就在之前的段落后面 直接追加了一段话 给自己闭折了 这段话高明之处呢 就在于 如果日后再有人拿之前那段话 来说话的话 他也可以说别人是在造谣 那他之前说的啊 世间局没理由 在这场学校内部的纠纷中 被校方站台 其这样做的动机缺少解释 所以他后面呢 又加了这段话 他说 我认为 如果南昌市事检局的鉴定 准确无误 他们对此充满确信 有必要对该义务进行更加清晰的拍摄 将视频放到互联网上 因为原视频确实太像老鼠头了 世间局提供的文字和口头说法 难以消除原视频造成的强烈印象 公布更充足的影像 证据很有必要 能产生关键说服力 否则的话 网上的怀疑就有其延续的舆论逻辑 老胡希望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让针对争议的进一步结论 最后获得全网的普遍信任 还是老胡抗压能力强 在红社会确定这个老鼠是老鼠的时候 胡锡进就发言了 他说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 也是很基层的一起纠纷 最后搞得轰轰烈烈 到最后 这当中能有多大的利益 就刺激了他们做出对抗事实的选择呢 这当中那所学校还做工作 让发视频的学生改口 动员学生上网 挺虚假结论 一个与时事求是相背道而驰的链式操作 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形成了 真的不应该啊 其背后的根源真的要认真清除啊 哎呀老胡啊 太有意思了 来打死我呀 那方看老胡的经典语句时呢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 他关于老鼠的评论 他说好自信的民国男孩 赞 这段视频呢 也告诉我们那时打消外界的误解 让美国人相信中国人不吃老鼠 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啊 有那么一段时间啊 咱们中国人不吃老鼠 但是硬要把老鼠说成是压脖 咱们看看啊 若不是我之前看过他的原铁 也不知道老胡竟然这么老狐利啊 所以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各位 用知乎者也满嘴巴跑火车的人 在现在是骗子 以前是骗子 那么未来肯定还是个骗子 所以红社会只是给了我们一次站折的机会 来吐槽这个世界而已 而之所以给我们呢 也是他的政治需求 因为第一呢 是国内的内卷 还有这个骂声非常严重 第二呢 是这个老鼠怎么看他都是老鼠 第三呢江西政府拿群众当闹馋 所以中央在这个时候操牌 正好是什么 割韭菜 直接提升了中央的形象 咱看啊 真的有小粉红就进套了 现在打脸的人 我想反而大多是值得尊重的 当然了 质疑结果的人中嘛 也有很多是好同志 其中那种永远质疑一切 恨国党 错了一百回 不记得不反思 对了一次就狂欢的 多是垃圾之流 国家肯定是实事求是 希望国家和人民越来越好 那到底政府真的变好了吗 我们继续聊 老鼠要真平反了 死鸭子嘴硬的人 他不就错了吗 那简而言之呢 就是红社会不管做好事还是坏事 最后他都会变成闹剧和笑剧 因为这些问题啊 不只是一只老鼠的事 老鼠死了平反了 大V造假呢 官媒包庇呢 小粉红呢老鼠头找到了 甚至去哪了呢 如果发视频的人获得了赔偿 其他吃掉其他部分的人 又怎么办呢 江西湖心雨的事件就这样平了吗 所以搞不好啊 直属为牙就成为一只 以老鼠为导火线的老鼠革命 那咱们想想 可能让这个革命爆发吗 所以呢 接下来必然又是各种搞笑的闹剧 还有这个地瓜熊老六 600万的粉丝 其中呢 599万可能是买的 真的不是瞧不起他 因为他的粉丝 真的没有咱们互动能力强 那么地瓜熊老六就说到 市监局再次确认高校饭菜义务是鸭脖 然后他说 看了一下评论 很多网友还是不相信 用不用找法医给检验一下DNA 然后又是丑陋的一幕开始了 他自己说的话 以为没有人给他记录 他臭不要脸的说人家老胡 胡锡进希望鼠头压膊 为全社会敲响警钟 然后他后面补刀 希望胡锡进不要再打败胡锡退 希望胡锡进能抽空采访一下四川大学 一群这样的大V 是不是堪比那个光屁股跑的卓老师 所以台湾朋友们 如此看来红社会的战斗力 这有待伤主 上个视频里面也看到了 红社会处长丢弃炮友 光屁股就逃跑了 为了活下来要给人下跪 这些大V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社会根本就不是老鼠的问题 因为死老鼠就一直有存在 看看 这都是之前大家吃到的各种老鼠 我在想 是不是有人以这种方式 来庆祝习近平的70岁大寿 还有这个中心网 他说 视频中很像老鼠牙齿的白翅是什么 胡须状的东西究竟是何物 最后他说 做到公开公正透明 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那网友就嘲讽了 你既然呼吁公正透明 你为什么使用公众疑虑这个字眼呢 是不是 你明显的就站队压编 其实这篇文章看上去没有什么 但是这就是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 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这分明看上去就是只老鼠 相关部门必须跟进 用公开公正透明的态度 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所以啊 铜板上钉锚钉 一是一二是二 你别东扯西扯啊 但是呢 还没有完哦 你看这个老胡 身中竖枪 他挺住了 这时候呢 司马南跳了出来 我们听听看 这件事情真是让人惊掉下巴呀 鸭脖和老鼠脑袋 分辨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要弄到省里面很多部门 一块联合起来 成立调查组 肉眼就能辨识的一个事情 惊动这么多部门 这么多大官 尤其不能理解这此前 你高校啊 市场监管部门 肉眼都能辨识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居然瞪眼做出虚假结论 难怪胡锡借问 这里有多大利益啊 对抗事实做出这个选择 到底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啊 在互联网时代 这个图片明晃晃的就在网上 所有的人想看都能看到 你非要把它说成是压缚 咱看啊 司马南带个党章 教育我党同志 要人模狗样 他问题是 他舔的老胡 自己都像个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这时舔 你要么是讲义气 要么是团伙作案 要么就是蠢嘛 那他还有脸教育 其他的红社会战士 还有这个刘雪松 居然真是直属为压 真是服了他们 他服了人家 其实我服了他 关于之前老鼠的视频 全删了 就剩这个有良知的鬼脸了 还有新闻姐之类的 之前我就说了啊 最大的境外势力 就是红社会 那么咱们要看 一个人有多狗 是不是红社会的打手 咱就查看他6月1号之后的新闻 如果这家伙是天天做中国实证的 那关于老鼠这个事情应该是跟进的 就是从发生了这个事情 到江局长确定这个是丫头 再到联合组织揭露 再到6月17日 红社会被老鼠平反 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因为这个事件太大了 只要中间有断片的 失忆的 那都是红社会的打手 凡是重大事件的 你看抖音的推荐 前几个推荐的视频 自媒体人评论人 一定是他们的臭嘴脸 其实呢 就是凡是为胡锡进洗白的 也都是打手 你就像百度 公布了整个事件的时间点 但是却把胡锡进说的话 放到了事件的时间轴里 点开后呢 我就发现啊 这个时间轴里竟然多了 老胡后面加的那段话 那你百度人为的为胡锡进洗白 那说明胡锡进受到了这次风波的影响 而胡锡进能记录到百度 公然的把自己的这段话 加入到时间轴里 这又说明了 红社会根本就没有想消灭老胡 相反呢 他还把老胡置顶给洗白了 那咱们看 红社会多么牛啊 他还自己亲自操刀布阵 以消灭地方政府腐败为由 集中自己的中央集权 够精彩吧 所以像墙内网友说的 感觉大家都被带骗了 红社会什么德性 大家更清楚 不过我也很欣慰 既然有小粉红认错了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那面对大众对这个压编的质疑 这个小粉红是这么说的 谁会把老鼠头剁下来 还去毛给做熟了 有这么大头的老鼠肯定不小 要说菜里有整的老鼠可以理解 怎么会有单独的老鼠头呢 最后在红社会给老鼠平反之后 这个小粉红还是主动认错了 他说活该我被打脸 我竟然相信学校不会公然说谎 我竟然相信世间局会客观公正 小粉红啊 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被打脸了多少次了 不过呢 这个小粉红呢 还有一点是值得大家赞扬的 因为他提出了一点 这个老鼠的毛呢 咱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老鼠的毛发去哪了呢 难不成被人剃毛了 那所谓的鸭脖为什么会被说成是鸭脖 会不会有人拿剃毛的老鼠当鸭脖来做食物 只不过是不小心把老鼠头留在了锅里 才酿成了大祸呢 那最后多少人吃了多少老鼠 又吃了多久 反正吃完了不都转化成便便了吗 都一样 好了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也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 甚至是坚持到了最后 谢谢你们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